应用到云以及我们的IoT网络中间 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topic 也就很有趣的一个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 我们看到在相当前的一些应用中间 像云游戏和一些AIoT 比如说像智慧家庭啊 我们的智能工业网和智能城市这些 其实他们后面都上面都可能会跑一些跟安卓相关的应用 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应用 从端上面而迁移到云上面去而满足所有的这些 AIoT这些的需求 那么在满足这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当前的情况之下呢 会有两种方法 大概分成两类方法而把这个安卓 就整个安卓系统而跑到云上去 那么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因为安卓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模拟器 那么大家想当然就说 我会跑在一个虚拟机的环境中间 然后来跑这个安卓的模拟器 然后在安卓模拟器中间 我们可以会跑一些安卓的应用 那么这种方法呢 带来了好处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可以对安卓的代码 不需要做过多的修改 但它坏处也很明显 第一个坏处呢 就是说它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资源的浪费 因为它模拟器并且是个模拟器 而且它还会模拟一大堆的外部设备 这些对整个比如说对你云上的CPU啊 memory啊这些所有的资源会造成一个极大的浪费 第二个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说 你当这种模拟器呢 比在云上面的进行部署和管理会比较困难 比如说它怎么样去重启 怎么样去它crash掉 怎么样去恢复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想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安卓做一个 因为它本身就是可以看出 它是一系列的进程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当然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一系列进程 和一些这些运行时态 跑在一个容器里面 也就跑在一个container里面 跑在一个容器里面 那么我是不是也能把这个安卓给提起来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我们推荐的一种方法 然后它带来的好处也是比较明显的 它就说比较符合当前的容器的管理 和一些云上面的应用 然后呢 它对整个资源的消耗呢 也会比较少 相对前程方法要少很多 然后它带来的坏处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安卓整个系统 做一些 就是它的宽架和它的运行时态 我们要做一些定制化 那么这就是你要做一些 额外的一些工作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宽图 就针对整个如果我们安卓跑到一个容器里面 这个宽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前的我们一个系统中间 我们可能会跑一个安卓的instance 一个instance 那安卓的instance呢 其实说白的话呢 它会基本上会跑一个 大概一个全 一个安卓的一个系统 你可以看到它总结包括安卓 比较经典的三块系统 第一个就是它的宽架服务 第二是它的硬件服务 第三个是硬件服务所联系的一些硬件的货 也就是硬件的 你可以看到是UOS-based的驱动 然后呢 我们为了将这个安卓整个系统 比如说它的图形图像的流和声音往外导出 并且它一些控制信息往外导出 我们必须要通一个streamer 然后让它导出 这个streamer会通过一个network 就是通过最后的internet 导出到最终用户端的手持设备上面去 然后用户端手持设备 它可以看到图形图像 看到audio 听到audio 甚至会多加一些进行操作 所以在一个Kubernetes这种环境之下呢 我们会在一个port里面 会同时跑两个instance 其中一个instance就是专门做streamer的 就是把这些进行流化 第二个instance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卓的instance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整个安卓的系统 然后基于这种环境下面的contain的环境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单前的设备 单前的环境下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应用了 就云游戏的应用 这个已经在单前市场上已经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到最低的单权就是说 我们整个安卓的一个安卓的game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王子的荣耀这种游戏 它和最后能跑到一个安卓的容器里面 那安卓的容器里面呢 它最终会跟下面的 下面的intel 像intel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vc卡 是比较老的这种解决方案 它会做一些v6的 就是图形图像的压解码 另外现在比较新的解决方案 就是通过GPU 就是说intel自己市场的GPU 然后通过GPU来进行编解码和压解码 然后把这些数据流 包括你我们刚刚说的 它控制手用的这些数据流 通过最终的网络 而导出到最后的外部设备上面去 这就是单前一个云游的一个 一个大致的一个应用 然后我们跟这个 在上面这种系统上的应用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在这个系统中间 我们大概所有的 我们还是维护了 维持了整个安卓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框架 但是这种在云上面去的话呢 我们要进行深度化定制 就说你如果把整个安卓系统 跑到上面 你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云原生系统 因为你整个安卓的框架 还是基本上保持在那个地方 那是中间做了一些修改 所以说我们为了 为了让这个安卓 变成一个云原生的系统 然后就是让它从 因为安卓本身是为 手式设备所设计的 那么它一些很多概念 很多一些框架 都是为手式设备所考虑的 当你把这安卓 跑到云上面去的时候呢 尽管一些东西 你可以暂时把它给 给隐藏起来 但是成为一个 长期的一个项目来讲的话 要变成一个云原生的一个系统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 就是说怎么样去把它做 作为一个云原生的一个系统 去做这种事情 那么就会面对很多一些困难的挑战 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挑战 就是第一个就是Java的Runtime 就Java的运行室 第二个就是我们当前 前面在前面一页的时候提到的 就是说它的框架的一些Surface 服务该怎么去调控的问题 改修改和夸控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因为在云上面 我们没有所谓的 在端上面那么多外设 那么这对这个外设的管理的问题 和一些蓄理化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去做处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在云上面 做一个云原生的一个安卓 我们该要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当前的 我们在当前的安卓 为安卓做了很多的优化 然后为了达到我们 前面我们刚才在这一页 这一页PPT里面 我们所说的这个目的 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这些优化 这优化量大概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会对它的run time 也就是运行态 因为以前的运行态 是为嵌入式系统所做的 那么要为云上面的一个cloud server 来做的话 那么会要做一些调整 其中包括这几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在这种云上面的话呢 我们很多这些 这些那些package 就是很多模块 很多包 我们可能是在云上面是不需要的 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裁剪 第二呢 就是说当前以前的云研 以前的时候 安卓为手术设备设计的时候 它为了迎合不同的 OEM厂商和ODM厂商 所以它做了很多这种服务的切割 做了很多module的切割 这些module和服务之间交流 都通过IPC走的 然后这样子会造成 虽然会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 但是它可以让OEM和ODM厂商 更方便的来实现自己的 来做自己的实现 那么在云上面的话呢 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浪费的 是不需要的 那么对于这些IPC的transaction 就是通讯呢 我们会做一些裁剪 第三个呢 就是说当前在手术设备上面的CPU 和在server上的CPU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X86的话 从你来说的话 你在server上面的安藤 以及for一些安藤的系统 和你在server上的server 他们所支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instruction 它的指令集是不一样的 还有有些特殊 就像AVX512 而是在那个intel的server上面才会有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做大约表的做支持 怎么样去支持大约表 另外一点呢 就是做GVM的一些优化 GVM在手术设备上面的话呢 当时安卓为design的时候 它的目的是说 在limited memory 也就是说在memory 大小受限的情况下 我设计了一个优化的一个GVM 加把蓄力机 那么其实在server上的加把蓄力机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并没有像手术设备上面说 我对memory的size 比如说我只有1G 2G 这种memory的size 它可能会面倒几十G 或上百G这种memory size的变化 更有一些在server上面 像英特推出的AEP 也就是Opten 这种memory 这种memory特殊的使用 那么它在server上面才是有的 在手术设备上是没有的 那么怎么样去利用这些memory 来做一些优化 这也是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个GVM上面 也要做一些方面的一些优化 另外第二大部分呢 我们要讨论就是说 对于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surface的优化 就服务的优化 包括框架的服务 包括hardware的硬件的服务 这也怎么去做优化 大家知道安卓本身是基于 整个服务系统而进行运转的 所以它包括下面框架的服务 硬件的服务 甚至vendor也能提供自己的服务 那么很简单 我们可能会分成两部分来做 第一部分做就是 有些服务我们觉得不需要的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那么有些服务它是需要的 需要的话呢 我们分两个方面 我们可能会将这些服务 让它变成 由一个安卓instance 而被整个安卓的cloud 来需要的一个surface 也就是说白的话一点 就是把这个安卓的服务 从安卓本身挪出来 而成为独立于安卓以外 跑运行的一个服务系统 这样它会被所有的安卓的 所有安卓instance 也就是所有安卓instance 所跑的application 以应用 这些应用来进行共享 下面这些一些slides 我将举出我们当前做的两个例子 和一些未来的一些打算 其中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PMS的服务 PMS服务呢 在安卓系统里面 叫做package manager surface 说白的话就是包管理 就是说当你应用起来的时候 它会带一个应用包 这些包 比如说我包包和一些信息 我的执行代码在什么地方 我包括哪些.so的库 我该怎么样去启动它 我的资源在什么地方 我的对它的权限管理 是怎么走的 这些东西都是由这些 PMS这个服务来提供的 那好了 很幸运的是 这个PMS服务是个 无状态式的服务 也就是说它跟你的运行 算下文是没有什么 那关系的 然后呢 第二个事情呢 我们就说它提供的一些 我们同时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它那个generalize的一些 包管理的一些 它能够被一些包管理进行share 然后总结的eform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些 它从share的话呢 可以包括一些包的一些信息 和一些它的处具的一些目录 我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把这个PMS服务 挪出去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会被整个 整个安卓的instance进行共享 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当成一个 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第二个呢 就是zygote zygote的例子 就代表是说 整个安卓的系统呢 它就每一个安卓instance 都有自己的一个zygote 然后呢 这个zygote它本身也是一个 无状态式的一个服务 然后它能够fog出一个chare的process 去来赚一些java的code 其中呢 我们可以generalize这个zygote的服务 来达到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zygote的服务 可以挪出来 然后变成 让所有的安卓instance进行share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分成三步 就是说 当你安卓挪出这个zygote 挪出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安卓instance 可以把自己的fork request pass给我们所谓的这个zygote的instance zygote的instance 它可以再fork出自己的 一个进程出来 然后这个进程呢 然后可以通过 把这个进程可以挪到 这个安卓instance上去 这样子的话 整个zygote的系统 这个zygote的process呢 可以被整个的安卓系统所共享 这带来的好处很明显 第一个是它能减少一些memory的size 第二个是它能够提高catch TLB的利用率 这是我们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 在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事情呢 我就是一个 建设在我们安卓的一个 我们想在下一步 所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整个安卓系统 其实我们可以 把整个的API进行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单程安卓的系统 我们其中包括了很多 框架性的服务 和一些hardware服务 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 就像类似于 刚刚我们说的 PMS和Zegos的这种服务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surface从中间挪出来 然后可以可以变成一个 像graphics也好 audio也好 media也好 这些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 独立的一个surface而挪出去 然后这些surface挪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它 我们当然会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些API 改变这些事情的API 第二个东西呢 我们可能会 会要并非改变一些 安卓安卓跟它通讯的API 但是呢 这样带来的一个好处呢 很明显 第二是这些surface都能被 所有的安卓instance所共享 这样可以造成一个资源的 一个共享和一个资源的 而且这些surface可以单独都被 后面的部署软件 就Kubernetes所管理 那么Kubernetes可以根据 根据单前的系统的workload 来决定我到底该 启动多少个 比如说graphics的surface 或Zegos这种surface 来做这种事情 而不是像以前这样的 每个安卓系统都有自己的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能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呢这些东西都会断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它可以保证这个容器里面呢 这个容器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不再会是 你可以让它摆脱掉 安卓的整个运行时态的一个 一个运行上下文环境 也就是说我比如说 我当前可能有些lative的一个库 比如说我做编辑版的优化 我可能会在我本来就利用到整个安卓的系统 我本来是端鞋是在一个lative的 比如说我在Ubuntu上面 或者在CenterOS上面 我要在那库 那你知道安卓的整个运行时态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库呢 这个库我们如果我们像以前一样做的话 我如果要把这个优化库 能够在这个安卓 instance利用上的话呢 我可能要把这个库给移植到 整个安卓的环境去 那么将是一个非常耗时 耗工作的一个事情 而且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这个库的优化可能不太好了 很多之类的 那么再如果你把这些 比如说我像Graphis这些 如果用的这些边界的库 我把它从这里挪出来 变成一个在另外一个容器里面 我就可以摆脱掉这个安卓运行环境 我可以让它跟这个库的运行环境 要保持一致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更好地利用到这些库 和这些优化的东西 还有一个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你变成一个Surface的时候 这些Surface可以在整个云上面 进行调控 比如说你当前的整个安卓 instance 你跟Graphis 你可以不在同一台机器上面 有些你知道大家知道 当前的可能当前的机器 当前的云系统 可能有大规模的这种Graphis的 它有个GPU farm 也就是它有个GPU的cluster 这些Surface呢 它是带大量的GPU卡的 带显卡 带大堆的显卡的 那么在另一段的Surface上面 它可能只是做一些数据预算 它可能是不带这些显卡的 那么你想想 我如果把 比如说我把JGOT或者是PMS这种服务 运行在这些带GPU显卡机器上面 那会对这个整个GPU显卡机器 其实是一种浪费 所以我完全可以把这些 跟图形图像相关的一些 这些Surface 从安卓的Instance独立出来 让它们去跑在这些GPU的Farm上面 而其他的Surface呢 可以跑在那些 比如说CPU相当于密集的运算的 一些集群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尽可能的 最大化利用到整个 云系统的这些 提供的功能 和提供的一些 Hardwell的一些性能 这样打到整个系统 能够打到一个更高的 能够应付更高的这些Workload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所说的 我们打算在整个Surface 达到最大的一个好处 当然了 要达到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现在 这个只是我们的Next Step to Do 我们现在暂时完成的话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 对于Runtime Change 比如说像TLB的Support 和一些这些Surface的裁剪 并且包括PMS 和Zeko的服务的那个独立 这也是我们当前已经做到的 然后对于未来的畅想呢 很简单 我们当然是畅想 能够尽可能的把 我们在这张图里面 所列出来的这些 比如说像Surf Springer Wordial Springer Media Camera 这些都是跟多媒体 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么我可以把他们这些服务 这些框架的服务 跟他们硬件所提供的服务 都一一对应的起来 然后把他们从整个 安卓系统挪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在 像我们后面最后一张图 不好意思 最后一张图 就像所描写的 变成一个单独的这种 Graphics Audio Media这样的一些Surface 独立在整个安卓的 整个安卓的Instance之外 而成为一个单独的服务 来提供 单独服务 为其他人来提供这些 提供这样的服务 这样的话 整个系统的扩展性 会变得更强 这是我们未来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我大概讲的东西 就是这么多 讲的比较快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 可以线上或者线下 通过我的email 线下通过我的email 我上面讲的这些email 然后来进行询问 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好的 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么多 谢谢 喂 您好 感谢谢超的经历 的演讲 下面进入问答环节 请在下面的Q&A Panel当中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的嘉宾会有选择的进行回复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Q&A 这个栏目里面去提出 是这样子的 这个项目我们肯定是基于X86的 X86的安卓来做的 然后APP不是X86框架的 APP可以是X86框架的 也可是ARM框架的 因为英特尔是本身是提供 那个byte transaction的 也就是说可以提供ARM到X86指令的 byte runtime transaction 然后之间的performance 就是这个性能还是蛮高的 然后像那个 然后我们在对中间所有的修改 我们都不会去动 那个就是说你APP 就NDK所提供的API 我们是不会做任何改动的 也就是说保证APP 跟安卓本身之间的API 是要保证是一致性的 所以说中间动的什么东西 所有东西都在framework层 和framework以下一层的这种 这些事情 所以说APP的兼容性 不会得到任何change APP是不需要重写的 这个是APP可以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实验 比如说我们现在跑 玩者龙药也好 还跑一些比如像爱奇艺 这些APP也好 都是直接就是从晚上抓下来的 这些APP 然后我们都没有去动过它 我们想动也动不了 所以说是不需要的 当然你要保证你的APP 是跟安卓兼容性的 比如说当前安卓支持到O了 或者支持到R了 然后你支持了P了 或者支持到R了 然后你说我的安卓 只是支持到我的APP 在最新的安卓上跑不起来 那么你这个APP 肯定是没办法 适应适配进这个系统的 因为这个APP 也是牵涉到一些 跟安卓的兼容性 所以只要它跟安卓 这个版本的兼容性 是可以的话 那么它在上面跑 是没有问题的 安卓的那个多版本的 那个播版等的话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肯定是那个 是要保证 就是说当前的安卓系统 就是说我本来 它就说谷歌在推出安卓的时候 它本来也提供了一种兼容性 就像你手机一样的 你手机有时候 你在跑 你在跑那当前的安卓 完成一个安卓版本的时候 你在像这样的APP 它会有相应的APP的Version 有些产商可能有些 有些应用商店 它会根据你的安卓的版本 来匹配住你的 相应的APP来进行下载 但是很多产商 它是没有提供这样的匹配的 所以说这个匹配性 本身就是依赖于安卓本身 然后我们对这个东西 不会做任何提升 也不会做任何改变 然后安全性的话是这么回事的 就是说安全性的话 就是说我们是单前的用户 单前的用户的安全性 就是说我们单前是 比如说你像单前用户 比如说我在玩一个游戏 我单前用户会有自己的user data 比如说我单前有自己的一堆的user data 那么这些user data的事情 是不由我们这个云耐进行管理 我们只是向后台的服务器 请求就说 我们单前有这样的一个user的 一个name 有一个东西 然后它大概是 你要把它的user data 那个单前告诉我 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会把单前的user data mount上来 然后 mount上来了以后 然后这user data dir 会提供给安卓 会在上面做一些操作 然后当这个instance 就是说给这个用户提供的 这个instance退出的时候 然后当然这个data 就自然会被um mount掉了 那个指定翻译是肯定是要的 因为原生的app是跑在arm的话 是有指定 是有指定翻译的 然后我不知道你以前是 其实在intel是以前是推出过 基于intel X6的版本的平板电脑 也是提供的手机 以前那个也是提供的手机 但是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大概两三年之前才是有的 然后所以说在当时在上面跑的时候 本来就是一个安卓的instance 本来就是一堆原生的安卓的app 它是forarm的 然后intel本身是有个软件包 大家可能你接触过来就叫Houdini 它中间会提供byte transaction 这种byte transaction做的比较巧妙 性能损失其实不是很大 性能损失大概从业界来讲的话 在5%之内可以控制在 是这样子的 inbox这个项目其实我们也是了解过的 我们也是知道的 但是inbox这个项目呢 首先第一点 它是对安卓作为一个整体环境进行改造 就是说安卓在它本身还是一个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还是块饼 就是说如果你拉块饼过来 它只不过是拉了一个盒子 就说我拉了一个包装盒 我以前从这里拉了块月饼过来 然后这个月饼我不做任何改动 我只是换了一个包装盒过来 然后中间可能把它打了一个花表 然后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安卓就是其中那个月饼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东西呢 我们那个 X86的 我们的东西呢 相当于会对安卓 安卓做大规模的一些改动 然后这个月饼可能会被切割成很多小块 或者什么东西 类似于像这样的比喻吧 可能不太恰淡 然后呢 X86的安卓版本开发 其实你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安卓 就说比如说谷歌 它那个 它要公布新一版的安卓version 它必须要在 X86的emulator上面 要能够保证它的CTS啊 这种测试全部通过 要能跑得起来 然后它才会release 它自己新一版的安卓的东西 只不过是可能是说 在X86上面跑 它的性能并不是达到最优 但它肯定要保证 你的X86是对它进行兼容的 因为你想想很多应用开发 APP的开发者 它有可能是在PC上做开发的 那么它所基于的 可能是在一个 你知道安卓也提供一个模拟器 它就是一个安卓的 一个安卓的emulator 所以这个兼容器是这样子的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们会跟随着安卓的每一版本的 比如说O到P P到R到最新要出的R 每一个desert的版本 我们都会做 我们这一步都会做相应的升级 所以说可以说 它跟ARM的版本 是没有很大的差别的 是这样子的 在安卓云优化的话 其实说实话的话 其实说实话 据我了解 比如说像华为 他们自己用的ARM的server 他们也会提供这样 类似的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像一些互联网产商的话 其实像三大互联网产商 现在不算 像阿里 腾讯 甚至像其他一些互联网产商 可能像网易 他们都在介入 像云游化 然后腾讯 它是已经提出了 已经有这样东西在布了 但是阿里和网易 它们内部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解决方案 像我刚刚说的 像Intel X860 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云游产商 它都有自己的 现有的这些server 那么你只要把我这些软件方案 步到你现在现有的server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你 但是有些产商 它可能会比如说 它采用华为的ARM server 来做一些事情 那么它 那么它的一个 一个大潜在的风险 就是说 必须要 采购新的硬件 然后要搭建新的集群出来 做这样的事情 对于开源的话 我们现在的版本是 我们现在在线上是有一个 有一个开源的一部分的东西 但是没有全部开源出来 还是大部分的一些优化 和一些自己做的一些 刚刚我说的一些 比如说像把Zeko的PMS 这种拆出来这种东西 我们都是close的 都是闭源的 好的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有的话 请在QA栏里面留言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这跟第一个问题 其实是有重合的 对 它是那个App 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 就是App 它不在乎App什么架构 它可以是Arm架构的 反正我们内部都有Bet Transaction 当然你是X86架构的话 你可能Performance会高一些 好的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请在QA栏目当中留言 是这样子的 Graphics的Port和StreamPort之间 是一个依赖性的关系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GraphicsPort是提供一个 Graphics的数据 就是说我刚才前屏幕上 所显示的数据 但是Streamer 你要知道 它如果压成流的话 它不一定只是Graphics 你像的Audio也好 它Audio也是 它存在一个input 然后中间的 像你中间的input数据 还有你的camera的数据 有可能也是它的input 然后其实在最后 在云上进行部署的话 其实这两者之间 会有一定的 就是说对等关系 就会一定的依赖关系 比如说你 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GraphicsPort出来 你肯定要有一个Streamer的Port 来接受你的数据 当然之间对比 可能是1比1或者是1比n 就有可能会多个Graphics的数据 会同时到引路到一个Streamer里面去 然后把它合成在一起 然后进行对外输出 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QA环节 和今天的演讲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嘉宾的精彩演讲 我们中间有 哦 sorry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是 来自杨云 好的 这个 回答一下 谢谢 这个我还没有仔细去看过 我可以去看了解一下 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 开源的这个Taz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好的 感谢大家的提问 也感谢嘉宾的精彩演讲和回复 谢谢大家的 administrators